今天為各位帶來 蟹菜文宰魚 布拉魚蟹菜 介紹一下布拉魚蟹菜的材料 這是蟹菜 水 布拉魚 白胡椒 蒜片 香油 高湯塊 還有粉水 就是太白粉水 那我把那個蒜片先把它爆香 鍋子有一點熱了 那我們加一點點油 不用太多 一點點油就可以 那我們把那個蒜片把它爆香 就是爆到我們的蒜片有一點微黃就可以 好 那我們的蒜片有一點微黃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把水嗆下去 那我們這個時候把它燒開 那在燒開的時候 我來跟各位講一下這個蟹菜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現場它的那個葉子不是很光滑 它有一點凹凸 在種植的時候又水嗆下去 所以呢那個泥沙很容易呢 就是沾連在這個葉片上 這樣子 所以呢你洗的時候要特別洗得乾淨 那我是我今天是用手拔的 就是用手拔這樣子 用手拔的話呢你可以感覺到這個地方潤 那太老的根部我們就不一樣 那我們水嗆下去了以後呢 我們放一個高湯塊 它吃起來會比較滑一點 那我們現在呢 高湯水已經滾起來了 這湯已經滾起來了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仙菜放下來 把它煮到軟 這個時候呢已經軟了以後 我們再來加我們的蚊仔魚 布蘭魚呢 市面上呢你可以買到很新鮮的 那很新鮮的回來 你可能要先趕快把它蒸熟 不然會不新鮮齁 那菜場也有賣這個已經蒸熟的 那這個回來呢 你就當天要吃多少 你買多少就好 不要買回來囤積太多 那我們現在呢把它煮到軟了 這個梗呢都非常軟 這個梗都非常軟 煮軟了以後 把我們的魚放下來 拌一下均勻就可以 那我們的胡椒放下來 那我勾一點粉水 好來我們勾一點粉水下來 它那個比較有一點色味 所以呢我們勾一點那個太白粉水 好這樣滑滑 那最後呢 最後我們把我們的香油放上來 哇 好了 我把它盛到碗子上 這個是今天我為您介紹的 鮮菜布拉魚湯 希望您會喜歡